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福音书所发生的故事 这段的经文 故事是记载到 耶稣基督进入到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他是非常不熟悉的 对一位身为犹太人的耶稣来说 对他来说是一个不熟悉的地区 甚至这个地方绝对不是犹太人的 去的 或者是犹太的文化存在的 当他在那地方 人们在那地方 会告诉他 耶稣 你是犹太 所以可能耶稣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当地的人会讲说 耶稣你是犹太人 你要这样跟我们无关 因为那个地方呢 他们是有猪群 他们养猪 所以他们呢 这犹太人呢 他们是不养猪的 所以你去到以色列的话 你会清楚知道说 他们是没有猪肉可以吃的 所以耶稣基督怎么会在他忙碌的事奉当中呢 耶稣基督怎么会想要走到这个加利利海的那个对岸 去到这个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呢 因为他已经呢 就是服事是非常的忙碌的 然后突然之间他就对门徒说 来我们上船吧 我们去到这个海的对面 所以我们甚至呢 就是看到就是说 他跟门徒呢 差一点就伤势生命在那个风暴的里面 因为呢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的保障说 他们可以安全地渡过这个海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 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他过去那个地方 他不是为了另外一般的群众而去 他在这个地方服侍一般的群众 他不是因为对面有一般群众等着他 所以他要过去 所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跟他的门徒冒着生命的危险呢 不是为了因为有另外一般的群众在那边等着他 他冒着被拒絕被拒絕被拒絕的那种的危险呢 他不是为了因为有一般的群众在等着他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过去呢 去到对面是因为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 就是因为这一个人 耶稣的心被激动 被搅动 所以耶稣的心 就被这个人来到去吸引 即使是他非常的忙碌以服事 因耶稣基督他被这个人吸引 所以即使他知道他冒着生命 可能在这个海上会发生事情 他冒着生命可能去到那个地方 会被人拒绝 但是他仍然的因为这个人 他愿意去到对面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离开你的目的 离开你的目的 请大家翻开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在这一章的里头呢 为大家读出几节的经文 大家有带圣经来吗 给我看看你的圣经吧 大家可以把你的圣经举起来 然后你确保你的这个手机里头的是圣经 然后我 有人告诉我 当我在讲道的时候 有人好像是拿着手机在看这个圣经 或者是在打游戏 然后今天早上我给大家一个批准 如果让大家能够呢 就是在看圣经的时候 你可以左右观看 如果你看到对方是在玩游戏的话 那你就对他展开一个很美的笑容吧 当然第一次呢 你是用你的手肘顶一下他 然后第二次呢 你看到他在玩的话 你就给他两次顶他两次 然后第三次呢 你就用你手肘顶他三次 然后第三 你顶了他三次之后 他还是无动于衷的话 那就算了吧 来 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然后今天晚上 你大家能够来到 去注意你身边的人吗 他们到了海的那边 进入哥拉圣人的地区 所以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屋里负责的人 从墓地里迎面而来 所以圣经又告诉我们说 突然间这个人呢 就奔向他 所以这个人呢 他就一直是住在这个墓地的里面 没有人能够绑住他 甚至用这些的锁链都无法做到 因为曾经有很多次人用脚疗和锁链 要来到捆绑他 然后呢 这锁链却被他针断 锁链呢 这锁链被他针断 锁链也被他弄碎 始终没有人能够制服他 他昼夜在坟墓里和三叶间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然后呢 我们就跳过一些的经节 在第十五节 所以当这个人被医治 被释放的时候 他们来到耶稣 所以这些他们 就是指在这个地区的这些的乡民 他们来到耶稣的跟前 看见那被鬼扶过的人 就是曾被名叫群的鬼扶过的人 坐在那里 穿上了衣服 绳子清醒 他们就害怕 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这个人类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人类 那虽然是我们说 有些是我们讲这些的星星 我们叫猿人 但他们还是是猩猩 他们不是人 那其实是动物跟人类 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所以人类呢 其实是三位一体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三位一体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灵魂体所组成的 所以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说呢 其实到最后呢 我们是 就是 就是我们 就是那个灵 所以这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个灵 我们有魂 我们活在这个身体的里面 所以大家看着我的话 这是我的身体 这身体是属于我的 在这个身体里面的呢 就是这个我 我活在这个身体里面 所以这个魂呢 就是说我有这个意志力 我有这个的智慧 我有这个做选择的这种的能力 所以我有这种的意志的能力 The Bible says in Zechariah 12 That God made God created My spirit And your spirit within you 所以呢 撒加利亚书的第十章说 神创造这个灵 而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 When we were conceived in our mother's womb 所以当我们在 妈妈的这个子宫里面 God put that spirit that he has created into this body 然后呢 当我们还在妈妈的 这个子宫里面 神就已经给过了 我们这个的灵 And that's why In Ecclesius 12 He says that God puts this spirit into this body 所以呢 在这个的传道书 第十二章说 神把这个灵呢 放入到这个身体 And this spirit I continue to live in this body 所以这个灵呢 这我呢 就继续活在这个身体里面 For the last 67 years I have been living in this body 所以在过去的67年里头呢 我就活在这个身体里面 When I was first born 就当我出生的时候 I tell you the truth I know you don't believe me But this is the truth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实 是让我知道你是不相信我的 When I was first born 所以当我出生的时候 This body was so cute 这个身体是很可爱的 Very cute 非常非常的可爱 Very very cute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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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地可爱 I was living in this cute body 那我就活在这个可爱的身体里面 I said I was 67 years ago 那我就说这是67年前 My wife doesn't call me cute anymore 但是67年后呢 我的太太已经不说我是小可爱了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I live in this body 那我活在这个身体里面 You see What is death 那什么是死亡呢 What is death Death is not the cessation It's not the annihilation of everything It's not the stopping of everything 所以死亡呢 并非人生的一个终点 Death is when this body gets tired gets weak And this body say I cannot hold you anymore 所以这个的死亡就说 这个身体疲累了 这身体说 我不能够再照顾你了 I've been holding you for 138 years I cannot hold you anymore 然后呢 我已经让你在我这个身体里头 居住了130年 你不能够再住了 And the Bible says What is death Death is when I Me Leave this cute body 所以那死亡就说 我呢 这个人呢 要离开 这个可爱的身体 By then A wrinkled body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充满皱纹的这个身体 By then A very weak body 然后这个 就是非常软弱的身体 That is when I leave this body The Bible says To go back To the one Who had created me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说 这个身体开始渐渐的衰老的时候呢 我就离开这个身体 就回到神那边 And so Ecclesius chapter 12 says That what happened to my body 然后呢 这个的传道书帝 第十二章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身体发生什么事情 My body Is going back To ashes My body Going back To dust From ashes To ashes From dust To dust 所以因此呢 我的身体呢 就是 就是 城归城 土归土 When I was just born 所以当我刚出生的时候 This body was so cute 这个身体是非常可爱的 It was just about that length 然后呢 就这么小个点 But I've been eating Since then 但是 出生之后 就开始一直不断地吃 And this body begins to grow 然后这身体开始长大 You see Death Is not the stopping of everything But It's the moving on From one stage Of being Into another So死亡 并非人生的终点 而是从一个阶段 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I used to describe That Is like Being born From our mother's womb That Is like Being born From our mother's womb So死亡呢 就是好像说 我们从我们的母妇出生 When we were the fetus We existed as a fetus 然后呢 当我们是成为出生的时候 When we came When we were born We entered into a new world 就当我们出生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 The day will come What death is I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enter into another world But that world Is without this body 就是当死亡的时候 就是我们 就是进入到 就好像刚出生那样子 但是我们 这是进到另外的一个世界里面 If you ask Elder James 如果你问我们的 James上老的话 He will tell you that he is still young 他会告诉你说 他仍然的年轻 But if you look at him He has a lot of wrinkles 但是当你仔细地看他的话呢 他的脸上是有很多皱纹 Uncle James You are not young Fuster 但是你可能会说 Uncle James 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He say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am still like a youth 但是他就说 嗯你在说什么呢 我的心态是非常年轻的 This is the reality 这是一个事实 Our body gets old But do you know Our spirit never gets old 我们的肉体会逐渐地变老 但是我们的灵人 是不会变老的 That's why the Bible says In 1 Corinthians 2 Corinthians chapter 4 Do not lose heart Even though your outer body Your outer body is decaying Your outer body is getting old Do not lose heart Even though your outer body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wrinkles Do not lose heart Why? Because your inner man Is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所以在哥林多后述的第四章 所以我们不要沮丧 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渐渐地手坏 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热热更新 Now this is what a human being is 所以这就是人类就是这样子的 I am a spirit being 我是一个有灵的人 God created a spirit called the spirit of man in me 所以神创造我呢 就给了我这个属人的灵 The Bible says from eternity God created me And 67 years ago He put me into my mother's womb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就是说神在永恒的里头创造我 然后67年前呢 我就从我的母亲的母妇里头出生 直到有一天我就会离开这个身体 I'll walk back into the presence of my Creator 我就会进入到呢 这位创造者的同在 That's why 所以我们要永远记得呢 我们要来到去尊荣 尊敬我们的乐灵人士 Do not look at the elderly As if they are half human 所以不要认为呢 这些的乐灵人士 他们是半个人 They are too old to be human 就觉得他们太老了 No, no, no In their own heart They are as young as you And as young as me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误会他们 我们这些的乐灵人士 其实他们内心呢 是跟你和我怎么样年轻的 Let me move on from there I'm talking too much on that one But anyway There are certain sicknesses That comes to us From the physical realm But there are certain sicknesses That come to us Through the spirit realm 所以有一些的疾病呢 是我们得到这些疾病呢 是自然界而来 但是有一些呢 却是从灵界而来的 If you talk to a doctor 如果你跟一个医生谈话 They will let you know that Yes, our physical environment Even sometimes our physical being Our genes can bring about sicknesses Sicknesses in our bodies 所以如果你跟医生聊天的话呢 他会告诉你说 一些的疾病呢 是你的肉体 你的基因导致的 Because of unhealthy lifestyle 可能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吃太多牛渣 谁来的 可能是这种的病毒感染 这些都能够导致到我们身体 我们生病的 但是有一些的疾病呢 不是自然 自然这种肉体所导致 是灵界导致的 如果你误诊的话呢 你判断错误的话 那你就会 就会没有办法 好好地去处理这些的状况 就好像刚才我们在 马可福音第五章所读到的这个人 他有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不是自然界导致的 所以他的情况不是来自自然 不是来自他的肉体 是来自灵界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 他的问题呢 是因为他的肉体 是因为自然界 但是呢 真正他的问题是来自灵界 所以这些的乡民 就怎么对付他呢 就用锁链 来把他绑住 所以你能够用这种的锁链呢 来到捆绑他的肉体 但是你绝对绑不到他的灵 如果我有尿酸的话呢 我就可以去找我的医生 叫他给我打针 那我跟你讲非常有效 然后呢 可能有些人就看到 我说是你刚刚从诊所出来 现在又去治牛叉吧 所以请你不用担心 我有医生 但医生出国了怎么办呢 但是当这个人呢 他开始来到就是彰显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够带着他去找医生 然后你要找到对的方式 你要真的是对症下药 所以我们来再看这个人 然后关于这个人呢 有几件事情 第一件呢 他这个人呢 就是被别人误诊了 他身边的人都误会 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就很像很多人 很多时候他们就误解了我们 因为他很多时候 就看着我们的外在 他看着我们所做的事 他们要么喜欢 要么就不喜欢 所以我的外在 他们就 透过看着我的外在 他们就下了一个的结论 他们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 所以他们从来都不问我说 为什么我要如此做 他们只是说我不喜欢 所以当他们 来到这样子的 误会我的时候 他们误解我 他们不明白我 他们就会下错判断 所以他们呢 就是不但只不为我祷告 他们还用锁链来到捆绑我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像 圣经所说的 我们要像孩童那样 像一个两岁的孩童 因为两岁的孩童 他们总是喜欢问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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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太阳是这么灿烂 为什么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 他们好烦啊 你干嘛一直问为什么 这很多时候当我们停止 问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呢 会误解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那很多时候 为什么主言会误解主长 因为他们不问为什么 他们就是看主长 所做的事情来要下判断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回到 最基本像孩童那样的 问为什么 神圣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不但只被误诊 这个人还无家可归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经文呢 有讲到就是 耶稣送他回家 把他带回家 然后呢 耶稣把他送回家 送回到他的朋友的当中 为什么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有朋友 有家的 而他现在是无家可归呢 所以这个人呢 所以这个人呢 他是有家 有朋友 但是为什么 他是住在这个的 墓地里面呢 我们觉得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你看我们不要看这个人 有些时候就看看我们自己就好了 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跟人有联系 但是我们感受不到这个归属感 所以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子妹 我就说 哎子妹我好久没看到你了 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就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我就问他姐妹就说 我好久没有在教会看到你 他在那姐妹就说 牧师我每个礼拜都有来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就不再问这个问题 好久没有在教会看到你了 我就问另外一个问题 我就说 你好久没有跟我握手了 我就去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 好久没有看到你 他说我没有朋友 我没有朋友在教会里面 我说哈 在教会里面没有朋友 你可以跟教会连接 但是呢你却没有归属感 你可以跟你的小组 有连接 但是你没有归属感 你可以去参加这些商人团集 但是你却没有归属感 为什么没有归属感呢 所以牧师我每一次 每个礼拜都 就是风以不改的去参加小组 但是我没有归属感 所以呢 就是有一个字叫做 同情心疲惫 同情心疲惫 为什么你没有这种的归属感呢 因为呢你常常呢 都是太过的依赖别人 因为当你来到小组呢 你总是在讲你的问题 然后呢你不会带祝福给别人 你每次都带来麻烦 所以你每次来到教会 你不会想说 哇好美哦 哇好感恩哦 有这样子的团队 但是你却说 牧师为什么每年圣诞节 都是两棵圣诞树呢 坦白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不是我设计的 不是我做的 但是我非常感谢 这些的弟兄姊妹呢 花时间的来到去布置 所以我们每次进到小组呢 我们就等着别人来服侍我们 所以我们每次进到小组呢 每次呢我们都想要 一次不断地来到去哪儿去哪儿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们可以给什么 你一直都讲到说 是关于自己 你自己你自己 这就是我所谓的同情心疲惫 别人会对你感觉到很累 心累 你的小组组长跟你一样都是人 你的牧师跟你一样也是人 所以你的牧师也是跟你一样 就是没什么耐心的 所以你看这个人就无家可归 然后呢跟你讲很多次你还是这样子 跟你讲很多次你还是死心不改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不要呢每次都是让别人 比你付出更多的去爱你 去关心你 去鼓励你 去帮助你 不要一直让别人呢 更多地服侍你 你一直要被别人服侍你 一这样被别人 要别人来到照顾你 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起来服侍呢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总是活在我们的目的里面 因为呢我们不单只被别人误诊 而且呢我们呢常常呢 就是在那里呢 想要叫别人去服侍我们 所以呢我当你来教会的时候呢 我是期待你能够去参与服侍 不只是别人服侍你 因为这是我们的家 那不单只是这样子 他是住在这个墓地里面 所以这个墓地呢是一处放下我们曾经所爱的一个地方 我爱我的母亲 所以当她回天家之后 我就把我母亲的遗体带到这个的墓地 这个地方就是我放下 这个地方是我悲哀 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就是充满一个很多的回忆 要感恩我母亲的一个地方 所以是我每年会 至少每年一次去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绝对不是我要住的地方 这个地方你能够去参与 能够去拜访 但是你不是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人 这个人住在墓地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是来到去制作 制造自己的墓地 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我们需要放下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主题就是逃离你的墓地 可能你的敌人的仇敌把你送到这个墓地 但是今天你要对你的敌人说 我没有死 我没有死 我还活着 我要逃跑 今天呢我要从我的目的逃跑 然后第二件两件事情 所以这两件事情呢 让他逃离这个墓地 第一 这个人呼求耶稣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的日夜都在哭泣 所以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歌呢 日夜呢 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新香之祭 所以那圣经告诉我们就说 他日夜呢 在这个墓地里头哭泣 所以很多人认为呢 刚强的人 成功的人 有受到教育的人 是不会哭的 所以甚至我们被教导呢 男儿有泪不轻坦 如果你哭的话 你就不是男人 不管你是伟人 还是你是凡人 你是刚强还是软弱 还是你受高宣教育 还是没有受到教育 不管你是贫穷 还是富足 所以我们哭泣的时候 因为哭泣是来自神 给我们的一份礼物 让我们呢 不会被在那种压抑的里面 所以当你会哭泣的时候呢 你是不会这么容易呢 透支的 所以当你在面对这种的痛苦 来到侵扰你的时候 当你在哭的时候 你的眼泪就在好像 很像搅灌你的灵魂 你和我 我们需要哭泣 因为 那是一个祝福 祝福是一个祝福 所以你和我们 不要使我们 是可以哭泣的 因为眼泪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传道书的第三章第四集告诉我们说 哭有时 笑有时 所以他说哭有时 所以他说哭有时 可以是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保持 我们身体 心 靈魂 靈魂 健康 一个婴孩跟他的母亲 对 孩子一起在玩耍 十个小孩一起在玩耍 然后十位母亲就在那边聊天 那边玩 这边谈 那边玩 这边谈 那边玩 这边谈 突然之间 这十个孩子当中呢 其中那个小孩就开始哭泣喊叫 这十位的母亲 有一位妈妈她一定知道 那是我的孩子在哭 其他的九位也知道 那不是我们的孩子在哭 有一种哭声能够引起人的注意 这是没有错的 因为能哭泣是来自上帝的一份礼物 但是有一种哭声能够引起神的注意 有一种哭声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那我们曾经有一位邻居呢 他有一个小男孩 就是两岁 三岁 五岁 当他们开始哭的时候 我不是夸张 他一哭的话 可以哭两个小时 他喊叫之后 他就开始哭哭啼啼 他就开始那边 好像一直哭不断这样子 他就一直这样子哭 一直这样子哭 一直在哭 一直在念 两个小时 神真的是在试验我们的耐心 然后现在我们有一位的孙女 所以这种哭哭啼啼 我们不是用这种哭哭啼啼的那种的哭泣来到跟神求 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就跟神说 就是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 所以这个人呢 这个男人他呼求神呢 他心中真的是非常的渴望看到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说 这位创造我的灵人的这位神在哪里呢 因为呢 这个的他的灵呢 就是被这个区域的这种的灵来到挟制 他说我的神在哪里 那我的神就在对面那一边呢 在服侍着另一半的群人 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然后就一个人的这样子的呼求 所以那你能够这样子的来到呼求呢 你的神是会在另一端听得到的 圣经就说他们向神呼求 圣经就说上帝听见他们 所以因此上帝拆派摩西 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就说这个巴提米亚 就是这个巴提米亚 就是这个巴提米亚这个瞎眼的人 所以这巴提米亚就听到说耶稣来了 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就说他大声地呼求 他大声地呼求 他身边的人就说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他们叫的越小声他就越大声 这大声地说耶稣就站在那里 然后呢这个的呼求呢不是让人注意 这种的呼求呢是让神引起神的注意 圣经告诉我们说越南在余妇当中向上帝呼求 他呼求 你可以看圣经里头有很多这些的圣经里的记载 人向神呼求神就注意到了 所以呢这个人他呼求 在这个撒摩尔记上的第一章 这个以利加纳就是哈纳的先生 以利加纳他来到这个圣殿 他来到神的殿呢要敬拜 所以他每一年呢就会带着他的家人呢来到圣殿里头敬拜上帝 但是他的太太哈纳 来到同一个圣殿 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参加这个的敬拜 他来就是来哭泣 来跟神呼求 他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呼求 所以我们不要来到教会呢是参加敬拜聚会 当然我们是来敬拜神 但是我们更加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向我来到呼求 然后我就会来到师父 向我呼求 然后向我呼求 我会垂听你的祷告 向我呼求 我也会拯救你 向我呼求 我会给你这个荣耀 向我呼求 我会垂听应允你的祷告 这个呼求 不只是引起人的注意 更是引起神的注意 还有一样事情 这个人他不但只向神呼求 这个人跑向耶稣 这个人跑向耶稣 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他 没有家人可以拦阻他 没有他的家人朋友可以阻止他跑到耶稣的面前 当耶稣从这个船上下来 他就跑向耶稣 没有任何的家人能够阻止他 没有敌人能够阻止他 没有这种的魔鬼 没有区域的灵 过来要阻止他 当他跑的时候 魔鬼是对他说话 所以当他跑的时候 魔鬼在对他说话 你可能可以讲说 魔鬼在对我说话 所以不要让魔鬼在你脑中对你说话拦住你奔向神 所以他就是赏识的要拦住你 为什么他们要来到用锁链阻止他 就是不要他跑 不要他跑 这种世界的脚链锁链的都没有办法阻止他奔向耶稣 这是有些人来到教会 你只是来敬拜 就好像我所说的 然后但有些人你来到教会你呼求神 但是有一些人呢 你就是来到教会呢 你的锁链是断开 不要来到教会 只是要参加一个敬拜群会 所以你来到教会 你的锁链有没有断开 然后那魔鬼要让你留在你的目的 他要把你留在这个的目的 但是请你 所以你不要留在你的敌人最后留你在的那个地方 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呢 你发现到是魔鬼把你留在这个目的的里头 你发现人生没有意义 没有目的 没有方向 然后你留在你的目的太久了 你变成一个失去这种的功能的人 然后你就发现到呢 你很像就是目的里头那些 睡在这个目的里头的那些人 你要告诉魔鬼 我可以去拜访我的目的 但是我绝对不会住在那边 在路加福音的24章 那耶稣基督 他从死里护活之后 所以这一个的女人就来到这个目洞 他们在找耶稣 然后这天使就来到就跟这些的女士说 他说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就在这个目洞里面 他说你在找什么呢 我们在找耶稣啊 那天使就说 那天使就说 所以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说但是这些的女士就说 是我们把他安葬在这个目洞的里面的 对我们上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目洞里面 两天前我们亲眼看见他就在目洞里面 我们当务个男人是因为我们要看到他就在这里 所以这就是你的敌人要对你做的 有很多人他不愿意看到你的生命是蒙福的 他就要看到你的生命是没有目的 所以当你真的是你的人生过得不很好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高兴 所以当你有新家新物资 新的公司新的车子 他们就不高兴 因为他们就想说 我们上次看到他的时候 这个人呢 他没有房子 他没有车子 所以那我们就留他在那边 那你要告诉你的敌人 告诉魔鬼 你可能把我留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曾经在这个地方 你看过我在这个地方 你看过我在这个地方 但是亲爱的朋友那是星期五 今天不是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天 我星期天就在那边 但是我从我的墓地里头逃了 我已经自由了我逃离我的墓地了 我已经不在那个死亡当中了 我已经在活人当中 那我的将来是有盼望的 我的将来是有盼望的 因为我呼求我的神 因为我跑向耶稣 当我呼求他的时候 他随听我的祷告 当我呼求他的时候 他拯救我 当我呼求他的时候 他释放我 他释放我 当他呼求我的时候 他是我的将来 告诉你的敌人 今天不是星期五 今天不是活在目的里的那天 我已经离开了 我已经跑向那边了 今天我是谁 我们变成最大的荣耀 我相信很多人在我们当中 所以如果你要进入到一个 充满活力的圣诞节 还有这个的新的一年的话 然后你不要只是为了参加 敬拜的聚会来到教会 你来到教会 你要呼求神 你是来教会 你要看到自己的锁链和脚链被打破 自由的行踪 自由的奔跑 逃离你的目的 让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站立起来 让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站立起来 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站立起来 让我们要一起的散会 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站立起来 在我们当中你知道 很多人在我们当中 你觉得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没有意义 没有方向 但是今天神对你说话 逃离你的目的 不管谁把你送到这个目的 不管是谁把你留在那边 没有关系 但是重要的你要逃离你的目的 你可以出来的 你可以逃离的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没有人把这个人带离他 带着他离开 目的是他自己逃离 这个人可以有很多的理由 他可以说我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我的家人说 我必须要留在这个目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逃离 因为是他们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我没有办法逃离 是因为他们要我住在这个目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逃离 因为我被锁链的脚链绑住了 我没有办法逃离 我没有办法逃离 就让耶稣来吧 然后让耶稣来到这个目的 今天神说 你要来 你必须要踏出信心的一步 你必须要踏出勇敢的一步 你必须要来 你必须要奔跑 你要逃离你的目的 你要开始逃 没有人可以把你从这个目的里头推走 你要自己逃离 然后你出来的话你就得到赐福 你逃离的话你就得到拯救 在我们聚会之后 那些人你要从你的这个目的里头逃离 走出来的话 我们鼓励大家从位置上出来 我们要为你来祷告 我们要来见证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被上帝来祈福 然后其他样子美你可以留下来 然后在外头交通分享彼此的祝福 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赐福你这个家 就当你立备我们来到欢迎这个圣诞节 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心里头 圣诞节就是与我们有关 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对我们为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和你将要为我们做的一切 这个圣诞节是跟我们有关 我们要谢谢你预备我们 那我们下个月能够欢庆我们的三十周年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在过去的信誓 用此美 上帝赐福于你 上帝赐福你 保护你 他的脸光照你 神赐恩给你给你的家庭 给你所拥有的一切 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 愿神长年垂顾你 他的恩宠领到你 神赐你平安 神赐你生命 所以当你散会的时候 他的平安 他的赐福以你屠正 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 每个人说 Amen 我们给神尽大的掌声 我们给神尽了荣耀 祿环境的祂 祿环境的祂 祿环境的祂